中国大陆广东省广州市23号傍晚 突遭暴雨侵袭 多条道路严重淹水 广州火车站的战前广场变成游泳池 白云机场18个航班被迫取消 透过网路手机及实体投票 争取铺选的香港战中行动全民公投 三天来已经超过72万人 中共害怕香港风暴引爆大陆 最近北京市再度强化反恐措施 四大火车站派出所全部更新了枪支 并首次为巡逻警察配枪 道路维权律师唐吉田6月21号 向黑龙江高级法院起诉 黑龙江建三江农肯公安局 唐吉田指控建三江农肯公安局 今年3月违法拘留他15天 唐吉田6月23号以酷刑不尽 冤案难除为题 在网路上全文发表了这份行政起诉书 起诉书要求被告建三江农肯公安局 赔付医药费等经济损失 并通过全国性媒介向他赔礼道歉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网 最近发布去年取得美国绿卡的报告 去年有将近100万人取得绿卡 中国大陆有71798人排名第二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